位於皇后區法拉盛的紐約僑教中心 自啟用15年後 今年初展開整修工程 並在9月完工 已經數週準備 終於以嶄新面貌迎客 僑教中心舉辦一連串慶祝活動 在入措開幕祭感恩餐會上 朝委會委員長徐家清 以及駐紐約辦事處長李光章出席剪彩 希望各世代的僑胞都能來此交流 經過將近一年左右的修繕 讓我們的僑教中心 像Cinderella變身一樣 從灰姑娘成了一個最美的公主 我們非常歡迎所有在地的僑胞 無論是哪一個generation 都能夠充分的來享受這個新的空間 所帶給大家的喜悅 跟在這裡大家相聚的機會 大家在我身後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特別蒐集了50本 台美的Taiwanese American Library 這樣的一個書籍 都是所有跟台灣相關的一些作者 所出版的一些 在美國出版一些主流的書籍 另外我們也有咖啡館 我們一個愛台灣的咖啡館 我們希望有咖啡 有咖啡connection跟community 透過這樣大家來做一做 我們來談談我們怎麼樣凝聚 我們社區的力量 更加強來推廣我們台灣的一個文化 談論紐約州眾議員金隊席也到場祝賀 並表示紐約喬教中心的整修 會對社區產生上百倍的回饋 數年後老老少少都受惠 紐約喬教中心也期許成為台灣形象館 除了凝聚僑胞也推廣台灣文化 專車記者尹俊傑 紐約報導 謝謝我的同仁 好看